我们这个递送的动作 陈立委黄国差和网红馆长 陈志涵亲自递邀请函 要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七月十六号一起上海道 最近走得很近的三人同台 气氛一片和乐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点 我相对是相当 心情是相当好 他也答应当天要去 我不要用党的名义 我已经下定了 就是以个人名义去参加 但柯文哲下令 党公职得以个人名义参加 难道也是怕印证外界质疑 活动在为柯文哲搭政治舞台 黄国差跟馆长上午一口气 拜会蓝绿杯 也只有柯文哲亲自迎接 激进党更跳出来之一 连中国都在帮黄国昌的活动宣传 背后不单纯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机关报 北京青年报旗下的这个媒体 很热心的帮忙宣传这一场的游行活动 黄国昌明明是当年的反不贸的大将 唯一合理的推论 这也就是柯文哲所说的 中国要我选总统的布局之一 馆长的庶民号召力 再加上黄国昌的学者形象 一起帮柯文哲搭建一个 中国也认可的论述框架跟民粹的舞台 其实柯文哲对黄国昌格外欣赏 不但当场再提选上要找他当法务部长 也传有一找还挂着实力党籍的他 当部分职立委 黄国昌当然是个人才 但是我觉得这里要看个人意愿 我后来才发现 有时候动作做太多也没有用 不争扎人讨厌 我挺黄山山选台北市 会做这样子的选择 就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最好的人才 选能力最好的 选理念最好的 那大家当然都各自心有所属 黄国昌话说的暧昧 他对谁心有所属 只有自己最清楚 柯文哲现在的势力 感觉起来越来越庞大 大家刚才也有看到 其实蛮常看到柯文哲啦 馆长啦 黄国昌 三一郎 这一股势力 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民调 我先来请教一下佩芬 因为其实今天看到 镜周刊写出了这一篇 说柯文哲的战略 以战止战 逼小鸡二选一 说柯文哲招详纳判 辟蓝绿避难通道 什么意思 之前大家都在讨论 国民党寄出 类似防柯文哲条款 这个部分等一下 要来请教淑惠议员 不过今天这一篇 蓝绿通通都被写进去了 他说柯文哲现在定调 选战策略就是 柯赖对决 要边缘侯友宜 好那么接下来 一方面要增加 区域立委的提名人数 要怎么样 以战止战 反至蓝营提出的 柯文哲条款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 逼蓝绿小鸡 在柯索能造成的 破坏力跟助力当中 二选一 看你是要我来拉下你 还是你要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而且还有意辟建什么 蓝绿避难通道 西纳友科的蓝绿立委小鸡 组成另类的陆军 所以有可能 如果在比较艰困的选区 不管蓝或绿 会不会都想要去 就是跟柯文哲 稍微友好 稍微示好一下 这个蓝绿现在面临到 这样的问题佩芬 柯文哲要组这个蓝绿避难通道 还蛮特别的 就是说他显然觉得 他自己高于蓝绿 他现在不只是不蓝不绿 不是蓝也不是绿 超越蓝绿 他甚至觉得他比较高 所以说蓝绿的小鸡 都要去找他 那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了 不管说是 三卡多的民调 还是四卡多的民调 看得出来说 柯文哲他确实成为一方之霸了 不过我现在其实也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观点 其实柯文哲这个一方之霸 还可以撑多久 他是一个真的是脚踏实地的 还是有点飘在空中的 其实还有待讨论 怎么说呢 我们先说柯文哲 大家都说他的空战很强 但他的空战呢 其实也开始就是放缓了 开始就是速度变慢了 怎么看呢 看一个指标好了 上周他的粉丝声量数 已经从这个影响力的分数 从2万分降到1.3万分 已经大幅的下降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的粉丝的护航的能力 护航的这个意愿 已经降低了 然后再来呢 他上个礼拜的外部讨论的影响力 倒是上升的 从13万上升到14万 那这看起来是很多人在讨论 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 大家讨论他的内容的话 就会发现大家是在批评 他重启服帽的事情 批评他把人当成骂成狗的事情 而且主要是青绿的这些粉专在批评的 但是民众党自己呢 还没有除了柯文哲以外 还没有一个足够声量的人来去反击 所以从他的粉丝越来越不愿意护航 然后再到他的这个批评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他的空战红利也是逐渐在消失的 那这就回归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从这个开始 好像这个空战有点疲乏 其实因为柯文哲他是一人团队 他一个人成队 然后呢完全没有团队 所以一切成也柯文哲 败也柯文哲 那柯文哲他当然自己也知道这个状况嘛 所以他现在也开始全台湾去拜访 想要拼他的陆战 可是他的把装能不能成功呢 其实关键就在我们刚才讨论很久的 郭台铭有没有要出来 如果郭台铭没有出来的话呢 确实很多蓝营的人 因为看侯友宜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豆 他们宁可去支持柯文哲 可是一旦郭台铭要出来的时候呢 这一些从蓝营从国民党那里 就是跑票流失到的柯文哲身上的这一些 因为你说是寄生在柯文哲身上的票 又都会留给郭台铭去了 所以其实柯文哲 他算是现在算是作恶忘义啦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位置 就是他不管是第二的位置 还是说要从这个曹英赶美 吹上赖清德的位置 其实都还有一段路要走 柯文哲现在的势力 基本上大家看民调来看 已经是压过侯友宜 今天在新头壳的手机民调当中 如果是这个萨喀都 赖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 在国民党占优势的地区 我念一下 原本国民党占优势的有陶竹苗 花东地区没有想到都翻盘 现在是柯文哲取得领先 而另外在摇摆州的中部地区 台中跟彰化 柯文哲也是为辅领先 淑慧议员台中跟彰化 通通都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 一个是王惠美 一个是这个卢秀燕 那我们来看看 当然小鸡当然会紧张 徐晓星就说 如果国民党现在寄出 这种什么类似柯文哲的条款 说你不可以去邀别人来站台的话 那如果以后看到他党的候选人都要刻意闪开 也很奇怪啊 希望党可以给这些要选立委的小鸡 多一点弹性 徐晓星议员现在也是面临这样子的状况 也是要选立委 以后看到柯文哲要自动摊开吗 没有啦 党是说助选站台啦 你碰到那就碰到啦 好路上巧遇不要紧 对啊 我在跑基层的时候 我也常常遇到这个何志伟跟王世坚 那之前只是问一公合照而已 大家也觉得说怎么那么奇怪 可是真的我们在基层 本来就常会遇到 但确实柯文哲或民众党 现在完全知道自己在区域立委的影响性 他可能只有20%或15% 但是就足以让很多选区就翻盘 所以像我的选区是 过去是传统民进党的优势选区 那个6比3 6比3很多啦 但是即便是这样 世间大哥也还在争取民众党的支持 他之前喊出绿白盒 然后甚至去年 他说柯文哲是历届最烂的市长 但上上礼拜他在阿扁的专访里面 他说柯文哲是最好的市长 从最烂到最好 唯一的差别就是 王世坚有没有选立委或选议员 所以其实大家都在争取这一块选票 那柯市长当然知道 我现在叫做期货可居 看你们大家相够 赔马屁得多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蓝绿的区域立委 都没有人敢批评民众党 或者是柯市长 也没有人敢检验 要选的人都不敢 所以现在柯市长 确实是处于一个 这个天公子的词后 就是年轻人很爱他 蓝绿不敢批评他 所以他要讲什么就什么 他是属于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阶段 那柯文哲我之前 今天才被媒体访问到 他过去可能只是热带气流 还比较虚 是热带气流 但他一直在选一直在选 在吸水气之后 他现在已经变成 真的是变成台风了 有影响力有破坏力 越来越扎实越来越扎实 所以今年的这个选举 会是一个非常难选的状况 不管在区立委或总统大选 会有很微妙的变化 金普中老师 选举常常讲一句话 政治是往前一寸是黑暗 这次就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变化 就努力的去选就是了 这个选情确实是很难以预测 这个温大哥对于柯文哲了解 怎么样来看 民众党现在的策略是什么呢 因为国民党有寄出这样条款 然后不可以邀请别党的 这个参选人来替自己助选 严重的话就要撤销党籍 这个民众党的派 民众党派发言人陈志涵出来讲 说这个规定有够荒谬的 所以接下来民众党将尽量提名立委候选人 不会再礼让国民党 民众党用礼让这个词 现在是什么人比较大便 来温大哥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 这我看起来都是古笑臂不买 时代的潮流 本来就要把这两个党 让让让他慢慢淡出 这个说起来是民众党的回光 反照 你还要败 没问题 军没几天 百九天 路遥之马力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我就说他透过包装他透过各一种传媒 你说郭董不会吗 郭董也会啊 问题现在这两个开始有矛盾了嘛 矛盾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眼睛就会金了嘛 就说你们两个怎么狗咬狗啊 本来应该两个是搭配的嘛 好像郭台铭还希望说 柯文哲说不然你先留四年 先让他做四年 对啊 我先做了 开玩笑 中华民国总统先让他做四年 你说那时候韩国瑜 穿得抓不到的时候 韩国瑜也可以说 让我先做四年吧 不可能嘛 各位要了解 我们现在面临的其实啊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假讯息 我实在很不愿意秀这一些资料 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一个假讯息犯难 台湾是首当其冲 所以柯文哲的现象 你就把它当成都是 阿拉一定担败的 阿拉一定担败的